好 我们回到课堂上来 好 我们刚刚就是 在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就是威视的这一些教导 那在生活上 可以有什么样的应用 这当然是一种 提示 不一定 它就是百分之百能够有功效 但是去尝试 总是会有一些帮助或是好处的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健康 身心健康 少生病 当然生病有它生病的缘 那如果我们能够 这个 把这些 引发生病这些缘 让它减少 和和 聚在一起 那一般我们所谓的生病就是人不舒服了 那或者是感冒啊等等 喉咙痛之类的 所以能够 让这个因缘不具足 那我们就是可以比较好的 对一个身心的状况 那乃至于就是 因为现在人很多都有这一种 种种不同的疾病啊 有些当然是跟遗传有关联 那有一些呢 很多人情况都是跟我们的饮食啊 生活习惯 还有环境 是有关联的 那激久它就会 产生一些病变 所以我们 要记得 这些病变是 激久而成的 那要改善它 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啊 好再来就是 与人相处融洽而 而人缘好 那其实就是跟前面第一个 有关联就是 不要去伤害别人 然后呢就是尽量 那其实跟下面也有关联就是 尽量去帮助别人 因为这是善业嘛 其实这一些善业 神除了让我们 关系 跟别人关系 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些 暴体啊 也会比较健康一些 但要适度啊 不能过度 过度其实有贪的 这一个心所在里面 然后叫适度 这是要有智慧的啦 其实这一些都 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 多为别人着想 也就是这个 就牵涉到讯息的问题 就是我们 的这个起心动念 如果是这一种 善的多 那他就会 主导我们身心 的这一些活动 一段时间 那 让这一些善的这一种 心 能够经常去引发 那这个就是要学佛啦 一般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都是 往负面的方向去思维 就会发脾气嘛 那佛法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因缘和何所成 我也是讲的因缘就是你的 因为你的认识 的不同 所以会产生种种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事情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形式 我们在我们在这边在谈 比较会着重在 不是一个法是否存在 而是它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存在 是跟我们的认识是有关联的 就是 这个当然在牵涉到 怎么样去诠释为事啦 我们可以把为事的教学 比较拉到 从某一个面向来谈 就是 一个法的存在 的一个方式 是跟我们怎么样去认 认知它是有关的 那这样怎么样认知 认知它 它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的一个活动 我们尽量不要去用这个角度就是说一切的这一些存在 都是来自于心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它存在的一个方式 是以因为我们的心而显现的 因为我们同样一件事情 这其实在大致顿也有讲同样一个人 有人看到就讨厌他有人看到就会喜欢他 就是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他就会产生不同的一种情绪 这种不可爱的存在 就会产生厌恶 可爱的一种存在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会对这样的法产生这个 欢喜或是贪爱等等 所以这个世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形式 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认知它 那会影响到我们身心的一种活动的一个状态或是情况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会遇到一些挫折 那这些挫折如果我们正面去看待它 它就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些元素 那我们就是就会用积极的反正就是解决它就好 那如果把它当看作是一种 让我们很沮丧的一个东西 遇到它我们就一定要沮丧 那我们就只能沮丧 所以这些情况其实它没有改变 你心怎么想它其实还是在的 只是说它在跟我们的关系改变了 它的存在跟我们关系改变了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成长的一种因素 那我们就会去用一种认真珍惜的态度来面对它 然后让我们去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当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等等之类的 好 那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多去帮助别人 然后跟别人的关系好 人员就会好 其实人员好 做生意就会生意比较好 真的是这样子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某些人他做生意 他就是生意很好赚很多钱 那其实从比较是一种隐藏的一个因素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跟人家结善缘 但他的品质也要好了 然后这个名声也要好 做人也要老实等等之类的 但有些人同样有这些特质就是不一样 那他其实就是要去累积 他要去累积 然后在有智慧有慈悲 其实就是要多这个熏修佛法 智慧是从 佛这个闻思修而来的 慈悲也是一样 就是了解这些道理 我们要去实践 让我们去体正 那不是就是去体验到这个慈悲 真的不只对别人有好处 对自己都有好处 人都是这样很现实 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 我们才会愿意请做 所以要去闻思修 修学佛法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一样的 回事教导我们这一种 我们要怎么样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人 就是要透过闻讯息 闻讯息慢慢去形成 一个人格特质 透过这个闻讯息这个道理的了解 然后去实践 不断的实践 变成这个习惯 变成一个人格特质 所以要经常去 修学佛法 听闻佛法 如理思维 听闻之后要如理思维 思维 怎么样思维 就是这些问题 大家都可以去 作为如理思维的一个开端 然后去思维 这一段教学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应用等等 那当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这是直观的问题 体会诸法如幻如画 去破直 那这个其实在 导致陈博士道 他有很惊讶的 把这个为事的观形 用一个寄送来表达 就是心外法非有 心事理非无 达无尽为事 能入于真实 这个真实就是 体悟诸法诗相 这其实就是 这个比较 这个 比较这个聚集 比较这个 多在谈这一方面的 那会在这个 所志向那边谈 就是安利 其实为事的一个显现 那 那就是要去了解 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世间 其实是处在 偏激值的一个情况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个很 最大的错误就是把 静认为是心外 实有 独存的一个 的一个法 所以我们会对 这个实有的东西 很介意 要去 会对他有所直取 等等的 所以要慢慢去修 为事观 我们修为事观 当然老师说了 需要 需要有定的一个基础 但是透过如理思维 也可以慢慢的 对为事的道理 能够有比较深刻的一个体会 然后再透过这一种 直观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会更深刻 就是修所成 会的一个培养 然后才能够达到 无尽 为事 然后这个 尽不可得 事也不可得 因为能锁一定是 一对的 所以 尽不可得 但也 这个能直取的心 也失去了对象 而止息 或是停歇 那当然这个 就是所谓的 修为事观 那当然 主要就是 我们要不断的去 去思维 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 一个情况 它不是我们所现在认识的一个 这它不是一个真实的 这个 这个情况 它是带着错误的 所以一切我们所 目前在没有如理思维 的前提之下 所产生的认识 其实都是带着错误的 一旦我们 如理思维之后 它就会 有这 我们对于这个 存在的一个对象 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它就会有所改变 所以 它到底 对我们的影响是如何 跟我们心 怎么去认识 它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们 尽量去把握这个 所以 它一定是对我们怎么样 不是 它是 心的显现的 让我们能够去改变心念 那这一些事物 对我们的影响 它也会跟着改变 那我们慢慢去了解到 其实这些都没有一个实体性 都是如幻如画的 都是可以 透过转念 去改变这些事物 对我们的影响 而不是改变 它是否存在的事实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转念 可以让这个事物 对我们的影响 产生改变 它存不存在 可能不是维世 它关心 而是它怎么样的存在 对我们才是什么样的影响 这比较是维世 教学里面 能够让我们去 关心的一个面向 就是 一切事物的存在 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改变它 但我们也可以去改变它 因为总是是缘起的 可以去改变 但一旦它没有办法改变 很难改变的时候 那或许透过我们对它认识 的一个改变 让它能够减少对我们的一个伤害 这最基本的嘛 然后对有些事情 可能它对某一个区域的人 产生一些伤害 那当然这个要透过一种 这个自它的一种 怎么说呢 改善 就是环境也要改善 然后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 也要改善 那我们心态改善 然后我们用一种 比较正面积极的 这个态度 试着慢慢去改善环境 那在这这样的一个 对我们的影响 会慢慢的从负面 转成正面 所以大家在学为 是不要把它 用一种角度 就是说只要我心改变 那这个事件就会变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可能为是的教学 有这种可能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们现在能够把握的呢 就是让已经存在的事物 对我们自己能够减少一些 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慢慢再去 让这个情况 就是在环境部分呢 慢慢去改变 然后也去鼓励大家 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 然后再慢慢再去改变这个环境 那这都是要慢慢的啦 因为你有负面的一种情绪 你很难去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先把自己的心 把他这个导正 然后呢再慢慢的去改变 去这个存在的一些事物的一个情况 他这样子会比较合乎中观 然后又从为事的一个角度 然后又可以合乎中观这样的一种 教学的一个意义 总之我们学习佛法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 要跟别人相处融洽人人缘 要身体健康少生 这都是我们要去具足的啦 这些问题 除了是问题之外 也是我们要去具足的 那这样我们会变得比较 是一个健康健全的一个佛地质 当我们变得健康健全 我们去影响别人 人家认同 那他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 跟我们一样的健康健全 那这个事件就会慢慢的去 去改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这个分享就谈到这边了 好 我们课程讲解的部分已经圆满 就是第二节 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一项 那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提出来讨论 有问题一定要提出来 要不然 就是 如果没有弄清楚 可能后面的部分会越来越麻烦 师傅 这个 这几周听下来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 为事来讲 似乎就是一个认识论 它就感觉说 你对这个外境的认识不一样 你产生后面的 后面的行为就会不一样 那 他似乎很少提到说 这个 世界上的因缘法是怎么形成的 我是所以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通常讲 这个物理生理心理 那物理的话就是地水火风 这是从原始活教是这么讲的 对不对 中文也是这么讲 可是为事来讲的话 气势间是一个事 就是说 我们的欧赖爷是对外境 怎么认识外面的气势间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同的 这个 这个现行 然后又会继续在 在讯息不同的 这个 这个 一连串后面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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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耐业种是各方面 是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他很少注重在 好像很少注重在物理 物理 真正物理界的这种 地水火风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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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实上是把 像11市里面 气势间就是其中的一个事 那数论 那个数也是一个事 是不是说 他是比较偏向认识论 我们对外界的认识 见识 相似 对外界的认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总归 总归来讲 是 这个 角度很好 就是 其实 维世 他 他所要 传达的 就是我们 现在 所经验到的 这一切 看到的 感受到的 就是 六根对六境 所 所 所认识到的 这个世间 他当然有设法 也有 心法 我们自己本身 等等 那 在威士的教学里面 他 就提出 这个都是我们 的 这个 心 所显现的 就是有 阿赖也是 地水火风 也是 就 他已经不是 就 这 约实佛教 比较是 就 心 跟色 那他的一个 相互的一个 和和 然后 然后 有这个 事件 这 其实 阿汉经 他也很少 在谈 这个事件 是 怎么样 去 跟众生 产生 连接的 好像 这个事件 就是这样子 主要 阿汉经 主要在 处理 自己的问题 烦恼 解决了 外面 事件 怎么一回事 都干扰 不了我们 大概是 这样的 一个 情况 那 为事 他 把 阿汉经 所说的 这一些 他 把他 归入 阿赖也是 的 种子 就是说 这个 世间 他 我们经验到 这个世间 是 是 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就是由 阿赖也是 所写 那这里面 有两个层次 就是 世种子 显现出来的 还有跟 这个 见 跟 像 这个 交付作用 所产生的 认识 那 其实我们 现在所 经验到的 这个 事件 是 已经 带着 错误的 在 为事 他归类 为 骗迹 所知 什么 理由 就是说 我们会把 这些外境 当作是 离心 存在的 一个 实有 这是最 最根本的 一个 一个错误 那 就是我们 没办法去 真正体会到 他是 新的一个 一个 显现 那 他的一个存在 是新的显现 如果 能够认识到 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就对 不会对他起 起执着 因为 为事 他还是要讲 修行的问题 就是说 执着怎么来了 你怎么样去去除 这个执着 他 他会顺带 提到 这个 三合大地 跟众生的一个 关联性 就是我们的身 身体是 阿赖耶识的 显现 但是 这个 三合大地 是大家 阿赖耶识 共同 去 去 形成的 不晓得 有没有回答到 您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主要要 要说明 这个事件 是 事的显现 然后 我们 但是我们对他 产生一种 离心存在 时有的 一个认识 所以 有种种的 制作 种种的烦恼 生计 要 让这些烦恼 能够 得到 解决 就是要了解到 一切法都是 事的显现 没有 任何一个 实体 如我们 现在认识以外 离心存在 这样的 实体 也可以去 执着 他的 这样的 一个 情况 不知道 有没有回答到 您的问题 有 有 很清楚 谢谢师父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请美秀师姐提问 师父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 给我们看的 那个图 那个图 那上面 有一个 冉莫娜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个冉莫娜是第七 是吗 对对对 第七 那怎么会 第七 然后才第六 然后又第八呢 阿雷爷是不是 第八吗 我是不是在这个图上 对是第八 看错 对是第八 那为什么不是六七八 而是七六八呢 还是说他们 他们的关系 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 就只是要 示意而已 那也是 业法的一个 一嘛 所以他当作 ground 就在 可以吗 然后 又 升起 就在上面 这是一种 表意 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 不一样 这样可以吗 可是我这样看起来 我就对第七 第六 跟第八 意思的关系 就变得 你看箭头 不是我原来想的 那么 straight forward 因为我们上次 有读新意识 然后就很简单的 六七八 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 还蛮清楚 现在这张图 就让我觉得 哇 这个六七八的关系 怎么那么复杂 不会复杂 我稍微说明一下 好 谢谢 世界种之事 他就是 身功能 所有的这一种 现行事 正在活动的 认识的事 就是 七 就是 莫娜跟 前六 这样可以吗 到这边 OK吗 正在活动的 那也 没有人 在这边 没有认识的活动 可以 好 那在这活动当中 他们有一些关系 啊 莫娜他成为 第六意识升起的 增上缘 嗯 然后 无间灭疫 这成为第六意识升起来的等无间远 这样子 嗯哼 然后呢 第六意识他也是从阿里也是种子所生的 哦 那那一条线 一根到 染莫娜 怎么会到染莫娜 不是一根先到第六意识了呢 没有 这一根 这个没有见 就是说 一根 就是这两个 有两个 吴建密 跟莫娜都是一根 这样可以 OK 好 这两个 是一根 那他 对 第六意识的升起 有不同的作用 一个是增上缘 一个是等无间缘 好 嗯哼 OK 这样应该 不复杂了吧 嗯 比较好了 能够认识就只有七一个 阿赖爷他 这边没有认识的活动 在这边 能够认识就只有七一个 那莫娜认识什么 认识阿赖爷 把阿赖爷认为我 这样子 嗯哼 对 所以他也叫染莫娜 就是这个意思是吗 就他因为他把 嗯哼 阿赖爷认为我 对 嗯哼 那第七意识 你刚刚有讲了 说第七意识是 有负无忌 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 是对 有负无忌 对不对 然后第八 阿赖爷认识是 无负无忌 对对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无负无忌不是 也不怎么 也蛮好的呀 无负嘛 就是好的嘛 就他就不执着呀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说 阿赖爷是 都是杂染的种子 没有 他的无忌 不是他 内部的特性 而是 他是没办法 被看出这些 特性 但是他一升起活动就有了 听了到吗 还记得 那个阿赖爷 他是 这个一味的嘛 但是怎么会升起 种种差别 这个事情 种种的 差别 这些法 有没有 所以他 种子的状态 我们是看不出 看不出 他有 这些 善恶性 或是差别性 等等 有 无忌 主要 算性 来说 你看 你没办法 看出 他的善恶 他的善恶必须要是 他起活动的时候 才会显现 在种子的时候 是隐性 的 用隐性跟显性这样来理解或许 这样子理解会比较好 否则我就一直觉得说 你说它是无腹无忌 那无腹无忌不是也蛮好的吗 就不执着 它是虚妄的 就是不轻 但还没有想起来之后 你看不出来 但它一显现 你才知道原来还是不轻轻 好谢谢师傅 谢谢您的提问 请友荣师姐提问 谢谢师傅 师傅我觉得这个图对我是很有帮助 所以我很感恩师傅画这个图给我们 我还少画一个所缘缘 我大概补给他大家 但我怕画太多 那会乱掉 所以主要就是这样子 是 这是根据导师 是 就是四元料检 我觉得的确是有 对我而言有更 让观念更清晰一些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 其实一直都搞不清楚的 就是叶种子到底是如何熏成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可以理我大概理解那个 明言熏悉 他这个种生献献熏种 同时发生 但是因为叶种子 他是一手 所以他的 叶种子不会是种生献献熏种 他不会是因为说 我现在投胎做了人 然后我这个一现行了 他又熏回来 我下次一定又再做人 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 叶应该会在我这一生当中的行为有所改变 所以我在猜是不是 叶种子是不 跟那个明言种子是没有分开的 还是说 他是在藏在染莫娜当中的 所以我就不了解叶种子是怎么熏成的 叶种子 好 谢谢您的提问 我这边刚好之前有做了一些说明 那这边试着提出一种个人的理解 就是说业种子就是有 这一个 我们用原始不派佛教的一个术语 就是有这一个 表业 可以吗 可以 身口的活动 是我知道 对 他要熏成 就会留下这一个业力嘛 然后未来感果 对不对 对 对那就是 表业了 有表业来 来熏他 他是熏出一个 一个分别的 一个separate的种子吗 就是 有 还是说原来有一个业种子 他又回熏 然后只是改变了他原来的 就是原来的那个 怎么讲他原来的一手果的方向 就好像比如我们明眼种子 每次熏完 就现行了以后 他会去跟外境去有活动 那活动完了 他同时就立刻回熏回来 所以虽然他是贪心所出去 要贪心所回来 可是前面贪心所 后面贪心所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理解 这样对吗 我其实完全不知道 你该再讲一遍 我的理解 明言熏悉是说 种生献 那种生献 比如说我献一个 原来是贪心所的种子 所以我生出来是贪心所 那这个贪心所 因为又去跟外境 去有关联 所以他因为有关联了以后 他这个贪心可能又增强了 或者是减弱了 但是他这个贪心所一定会回熏 所以回熏回来的种子还是贪心所 那他这个一定会跟业力有关 那因为他既然是去跟外境有所 有所interaction 他一定会有有业力的产生 那但是这个产生的业力 熏到哪里呢 是熏回到原来的明言种子 跟着他被他带着走 还是另外再去熏一个种子呢 我们回到这个 表色跟无表色的 这一个方式 你要有这个业的形成 你必须要有表业 这样可以吗 可以 但表业是现行吗 表业也是现行 表业也是现行 它是从种子现行出来的 对 对好 有表业可以 推动力 它变成是一种 已经组 它是一种组合音了 就是说 他 就就是 我们先把它简化 那因为主要是 你去把握说 这样的理论 怎么让我们 在起心动念能够受益 这样就好 这样好不好 好是好 只是我不需要维世学 我也会 也会去在这方面用功 所以我就想知道 维世学这个理论 给我们在修行上 更增加了什么 就是 就是我要如何去改变 我的业种子 就是靠 照维世学的理论的话 我知道如果是明言心息 我们就是让 善的心所的种子 越来越多 它就让恶心所的种子 比较没有现行的机会 对 这个是 这一次学习得到的一个结论 你知道 或是我学习 到的一个教训 那可是如果是 但是它那是明言心息 那 业种子呢 我一定应该是 想办法做制造 善业 然后 不要去制造 恶业 那善业的业种子 跟恶业的业种子 是分开的吗 还是同一个 是不是 它也是跟明言心息的 做法是一样的 它这个业 它业它是一种推动力 它比较不是那一种 比如说你做了恶业 对不对 它所产生的现行就是感的一个异熟果 让某一让某一去的那一些名言讯息 得到一个 就是导见 然后能够起现行 就是比如说人 我们现在就显现为人 那每个人又有一些差异性 就是某一些部分的这一些 就是它会去控制那个你的组合 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它只是一个力量组合 它没有一个一种所谓的单一的什么东西 比如说眼根 它是明言心息的 对不对 眼根你变成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样子 它是业力它所规范的 所促成的 那这个是一手的一个结果 对 然后那我们这一生 怎么样去熏出新的业种 就是照善的这个表业 这表业怎么来 必须要有善心所去推动 对吗 是 那个是明言心息是吗 对善心所的这一个生命 它是明言心 但是一旦它产生这一种表业的时候 它又会熏出业种子出来 这样是可以吗 可以 所以它不但是回熏 它本来的善心所的种子 它同时也熏出业种子 要透过表业 要透过表业 但因为表业也是明言心息的现行 不是吗 一组合 对啊 反正它就是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业种子 善的业种子增多就是善的业 那这个善业主要还是透过这个表业 所形成的讯息啦 贴的干净 所以大概就是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 阿拉雅的种子至少有主要大的就是两类嘛 叶种子跟这个明言种子 那他们各自的作用就是导致举那个批语组合音跟这个植料音 那这个组合音就是业种子业力他去他去推就是让这个 让这个让这个众生能够受报一手嘛 得到一个一手的一个成熟是透过业的一个 一个力量的一个 一个推动 让我们去感到三界五趣的某一个 这个生命的身心状态 他这个身心状态又有一些差别 那也是个别业力的一个 的一个影响 大概就是他就是组合音啦 这样希望能够先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吧 反正你怎么样去产生业种就是透过表业啦 好大概这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好感恩师傅 谢谢您 好谢谢您的提问 请如恒师姐提问 好好师傅吉祥 我想问一下就是 嗯 不过我觉得师傅已经讲的是嗯 呃就是挺清晰的 但是我就是对那个就是呃 总生线内部我我好像那个过程我好像 自己就有的地方不是太能呃理解 比如说呃就是比如说我们思念一个亲人 呃但是我们起行动念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第六意识先升起 然后那那从那个总生线 从第八意识嗯 阿赖耶识里面那个呃就是就是就是总生线的时候 我就是这边我不怎么能想得通 他那个他不是第八意识 第二阿赖耶识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什么姻缘让他那个总生线线出来 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们是先有起行动念然后再再能呃比如说回忆自己亲人好像是先有起这个念头才有 然后那个后面线线出来我不知道这边怎么理解 嗯谢谢法师 好好其实我们起行动念也是阿赖也是种子起线形可以吗 然后这些线形又一发后面的这些线形产生 不想这样说明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可以那是不是 对对请说 哦我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起行动念的时候就是那个阿赖也是他就是一个库长 就是我们起行动念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能感觉到那个就是粗分了 但是他那个细的部分就是同时线细只是我们可能感觉不到是这样的意思吗 法师 是这样的意思 对其实就是 种子起线形就是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对不对 嗯 对那那你说你没有感觉到种子发芽的那个过程 那个我们看不到 那个 差不多就那个意思 我们只会看到他已经牙发出来了 我没办法看到好像那个影片就是那个牙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子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那个过程 他一 一生线以下就是产生那个活动就出来了 听得懂阿赖也是的 的这一个活动很维系的 我们会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是透过 他起线形的时候去去了解他他种子 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个情的一个状态 听得懂吗 听懂 那那个阿赖也是不是也有五变形吗 那第六意识也有五变形 ok这个已经已经到了这个这个悬账的这个三能变的系统了啦 因为我们在这边讲阿赖也他就是种子式好没关系如果要回要要谈到那边去就是巴士规矩应该学过巴士规矩啦 那各自有各自的这一个变形性说就各自有各自 而且出戏不同 对你讲的就是有那个出戏不同 那出戏不同是同时限起的吗 就是就是这一个变形这个变形心所 嗯就是在那一刻我起行动念的同时就是这两两个心往下面的那个变形心所是同时限起的吗 就是还是两个还是一个 其实在在巴士规矩上巴士是平行而且是同时的多士的多心啊就是一个是就是一个心 这样可以吗 各自有认识的一个掌管不同的认识的一个功能 它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六四前六四它有时候特别是五四它有时候会不活动听听得懂吗 嗯也不 那没有没有新往它就不会有新锁新锁是一定是跟着新往有活动它才会出现的 变形是一直一直跟着不会不会不会就是任何情况都会有的这样可以吗 可以那阿纳也有他的片形新锁那这些新锁也有也是各自的种子所生的啦 然后莫纳也有他的的新锁然后前前六四也有他的一个新锁就各自有各自的这样OK吗 就不就是各自的公司 fiere茶 对各自管各自的部门对呀 所以你看不同的国家都有各自的政府主制都有相对应的 科学认识解释使得很适合你 那他不会就是各自管各自的 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啦 那明白了 谢谢法师 还有问题吗 那还就是 阿赖耶什 他就是总生献 他是需要什么 他需要有一个 比如说什么姻缘 让他献起吗 还是 他是需要姻缘的 那根据 我们这一次 就是他带纵缘 对不对 还记得 要带纵缘 他才会起 才会生果 那这个纵缘 这个事情 不算说是善恶业 去驱动他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谢谢法师 感恩 那就是一堆种子 遇到猿 他就会起 生果 好 谢谢您的提 谢谢法师 非常的 有深度 谢谢 谢谢法师 请宝华 师父您好 我想我这个问题 跟刚刚有荣师姐的问题 有一点相关 就是说 在 在社大圣诺里面 说种子有六亿 可是他又提 是说 可是他又想说 这个六亿 只有一 明年种子 说的 那 对 那那个 那是 这表示说 业种 不是种子吗 在大论 社大论 社大圣论里面的 定义来讲 业种 不是种子吗 也是啊 也是吗 那 那 他说 他是 约 曾上元建立 那他也不具 恒 恒水转 决定 还有引治国的 这三个 他 就是他三亿里面 他缺三个 六亿里面 就缺三 他缺了三个 他没有恒转 或决定 或引治国 那 那 那请 能不能请 请您 解 就是说 他为什么没有决定呢 我想 恒水 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这三个 恒水转 是吗 耶 恒水转 或决定 或者是引治国 为什么他没有这三个 因为 我大概 推敲 因为 导师也没有特别去解说 因为 你看 明眼种子 他会 线 也是 种子生线形 线形训种子 然后不断的 这样的 辗转 相续 对不对 对 但是 叶种 他一旦 受爆之后 就消失了 他不一定 马上会 会会有新的 叶种子 生气 听听得懂吗 OK 他必须要是照 有这个 透过 叶的造作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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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新的 叶种 也就是我们一般的 无表叶 有不如不如 大概就是我们的 这边的叶 叶种子 这样可以吗 好 OK 好可以 好那决定 一面就是说 三性决定 对不对 那叶种 是无忌的吗 一手是无忌的 一手是无忌 所以叶种 也是无忌的 叶种 如果在阿赖野士的状态 就是种子的状态 它是无忌的 还没有 还没有代言的时候 还没有 感果的 之前 它是无忌的 对 那 感果的时候 因为 这个我们还没有 特别去思考 就是为什么 它 不具足 这个决定 如果按照前面的 这个决定 我们看一下决定 不随便变化 就什么样的功能性 就 升起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现行法 那就不犯一功能 升一切法 或者是 一切功能 为生一法 这个是决定 就是 每个种子 它有不同的一个 的一个性质 那 但是 叶肯 它比较 是大方向 就是三界五趣 但是 三界五趣当中 可能 这可能 它会有一些 转变吧 我现在还没有 仔细去 思考 这个问题 那至于 这个 影制国 主要是 资料才有 这一个 眼根 生眼根 这样的一种 情况 听得懂吗 OK 好 那 它只是个组合音 所以它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 条件 去说 它有影制国 因为它是组合音而已 可以吗 它就是一种组合的力量 OK 好 假设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就是一种 组合的力量 那它 可能会 会 会有一些因素 会影响它的一种 组合的方式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就是说它 它并不是说 又生另外一个业种 这样子 业种 彼此之间可能会相互的去 就是 组合之后 它可能 它就不是完全 它的那个 它可能会 会有其他不同的这一种 因缘去 去组合的去 去变现出一个结果 异熟可以吗 对 它就不是那么单纯的 这一个 就每个就是很多因素会 会有自己的比重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它就没有 不能去 去说它一定 一定是怎么样 听得懂 它就是一种组合的力量 那力量它会受到一些 其他的可能业种的一些 彼此的影响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谢谢 OK 是是 所以我们 有一些相似的业 它会可能会 会变成是一种 以后要一起去 去招感 某一个 异熟的一个组合的力量 这每次照的又 情况又不太一样 但是在感果的时候 可能是这一些的一个综合 这样子 它比较不是一对一的 OK 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在那个 寿勋的那个 地方 他要 就说 他讲六事无相应 他说六事跟寿勋的定义 不相符合 有三个差别 那 那这个 他下面讲说 六事的所依所缘 还有作义各不相同 所以他说 前事跟后事 没有一类相续 那 我的confuse是说 眼事跟眼事 不是同一类吗 为什么他讲说 你总会眼事 生耳事吧 那为什么他会讲说 那个前事跟后事 没有一类相续 的坚定性 OK 六事间 六事 他这边是讲六事间 就是眼跟耳之间 他会有所依不同 所缘不同 作义不同等等 那你要讲的 就是同样一个眼事 合在一起 对 对 这是六事相互 相互 相互 虚 可是他是说所虚 那六事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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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虚 是因为 那我们虚六事 我们也不会一起 我不太懂 为什么他这样子 因为 对 好好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 比如说眼事 这一刹那是眼事 下一刹那是耳事 可以吗 那这两个事 就不能 这个 眼事不能去 寻耳事 这个部分 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 可以 那我说 怎么会这样想 不是耳事 去寻耳事 眼事 寻眼事 OK好 那这个就是 前后一类相续 对 他是要破金故事的 我了解他是说 恶念不具有 但是 前面那个解释 OK 那我了解 对 你可以 你具有的话 就是 眼事跟耳事 同时生起 这是OK的 因为 这注释是 是平行的 可以吗 他是多心论 好 但是问题就是 你同时的 不同的事 就不能互寻 因为所依所缘 不同 等等不同 好 那你说 耳事跟耳事 所依所缘 都一样的时候 他就会有 前后不同时的问题 听得懂吗 他前后会不同事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种生献献献献献 那你说前后那两个种 已经不一样了吗 也是 还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是不是 那不一样的种 像是献献的种 对 那为什么这个前世后世 不可以 因为前世后世 他没有同时 没有同时 前世灭 后世才会起啊 那不是一刹那 那个不是一刹那吗 不是一刹那 没有一刹那不能有两个 掩饰 一定是前面的掩饰 是灭 然后另外掩饰 是一刹那 只能有一个掩饰 可是一刹那 可以有两个种 对 阿赖爷他特别 你说他能够 他能够受讯 就是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特色 或者说 吴卓让他有这个特色 OK好 OK谢谢 这样清楚了啦 就是前面是讲 诸事之间 他可以同时 但是因为 有这些差别 所以不能受讯 如果是同一个事 虽然没有这些差别 但是因为不同时 也没骂受讯 OK 答案师傅 谢谢您的提问 大家的问题都 都很深入 请问张真师姐 您还要提问吗 对刚刚好像有 CAPS 我是张真 你好 特别答案师傅 今天还提到了 这个学为事 要怎么用 就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做了一些指导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学佛 是学佛 然后跟日常生活 是两件事情 然后那个现在慢慢的 学了以后呢 就会 就会 一起好 就会 就会好好想一想 这个来怎么结合 我刚才想问的 也是想 接着美秀师姐 问到的那个 就是染莫娜的 那个问题 那他就是 他的 他是第七室 然后那个 我们读书会里面 有个师姐 他就是说 那个如果在 在那个 就是寺庙里面 他有一个打板 就是要打死那个莫娜 打死莫娜 他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特别想象 那那个染莫娜 他包括的内容 就是见爱 慢 无名 还有吃 对吗 然后他又是非常维系的 维系到了 就是说 我 我根本就意识不到 那么他就是 又是无忌的 那这个 这个打板 怎么打得死 这个染莫娜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是拿你来 我不是 谁在买 你那么容易打死 如果那么容易打死 所以他就是 每次说这个的时候 我就是 一个 一个是很形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啊 我们就是 我们如果在这个 我们的这种 这个莫娜是 就是如果他 他就是这个杂染的 这个 这个给他 清除掉了 然后那个清静的种子 就可以生 就可以生起来了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 他说的很形象 我就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OK 我 我大概 先曾经 应该没有取消 那位居士 所讲的这一个 这一套修行的观念 没有 完全没有取消 意思是说 按照维世的理论 莫娜 她是很 就是 她是很维系的这一种 深层的心理活动 她一直带着这一种 尽爱漫无名 这个烦恼的 的一个伴 受到 受到他这些烦恼的伴随 然后他同时又是 义根 义又是透过他而 医着他 所以会受他影响 好 所以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 莫娜要去处理 他还是要透过意识 的这一种 文讯息 这个是 要先确认 就是 我们没办法 直接去处理 第七 莫娜事 莫娜 我们怎样去处理 通过第六议事的 文讯息 去改变他 那达坂是 耳事 是 是可以 就是 前六议事的一个 能够 有经验到的一个 的一个活动 的一件事 那你如果对这个板声 没有一个 亲近相应的连结 那 其实他就是一个声音而已 但是你如果听到板声 然后你会跟一个亲近的 比如说 因为板声 在学院比较没有特别去 去对他 有什么样的一个作意 但是 我们在扣钟的时候 就会作意 闻终声 烦恼情 然后 因为酒没有去扣了 因为都是同学扣 就是会 听到这个钟声 我们内心会 会升起一个祭颂 智慧 智慧 闻终声 智慧掌 菩提声 这样子 听得懂吗 所以他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闻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你马上就要有一个作意 那这个是 意识的一个活动 他这个意识活动 是跟这个 佛的教法相应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去 慢慢的去 去转变第七意识的这些 杂然 这样不晓得这样说明 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有 有特别感恩您 今天晚上就是 教我们就是 不要发脾气啊 然后 养成好的生活 这些都跟那个 就是我们平时的修行 可以 可以结合 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 特别大的提醒 特别感恩您 就是 谢谢您的发问 是 请周景师姐提问 师傅 我也问一个生活中的问题 也是我的困扰 就是我现在学佛呢 就是 比如说对爱人啊 家人父母啊 同事都可以做到 就是太发脾气了 就是 也是能化解 不是人的 但是唯一对孩子 我觉得 我就始终很纠结 说 那父母有引导孩子的义务 当你 经常跟他讲道理 就是 不能有效的时候 只能用那种训斥啊 很严厉的语言 去跟他说 才会有效果的时候 那我 我那个时候 我心里在想的是 可能还是我记得 主观意识了 就是 那我周父母 我必须要严肃的 很严厉的 跟他说 才会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我心里边呢 是 可能没有 就是我清楚是 为了教育他的目的 但是我 我经常在想了 那我可以 这样去想 但是我这种方式 虽然达到教育目的 但是会让他起烦了 会伤害他 那我就 这个度到底 怎样去把握呢 去衡量 我就 如果说 不对他训斥 不用那种 骂呀 或者严厉的语气 那我觉得 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那我在想 周父母 还是要有 这样的一个义务 所以我也想 今天呢 师父正好 讲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 听师父 好好 谢谢您的提问 有时候我们 对于某些语字 我们的理解 可能不太一样 这边稍微 是哪一个档啊 等一下 对应该是这个 他其实是这样 就是 这发脾气 主要 这边有一个 就是 我们的心 是带着称恨的 如果心不带着称恨 你也可以 有那种愤怒向 可以吗 就是说 你的一个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 这当然是牵涉到 这一个 大菩萨的 随缘教化 不晓 有没有听过什么 金刚怒目向之类的 我知道 我知道师父 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就是在 在现这个向 因为我知道 我心里 是不称恨的 我心里清楚 我每次都说 我是在 尽到父母的义 要去教育他 对对 但是因为这牵涉到 对方的感受 就是说 你教育目的达到 但是他内心会 很惨 就是说 他有些事他不敢做 他只是 害怕 所以不敢做 所以你可能达到的 某一些 你要的目的 但是一旦 你不在身边 他照样做 听得懂 你还是要想办法 慢慢去 去让他了解 这些道理 但是有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 就是要耐心 就是 因为小孩子 有一些 情况 他需要时间 他可能 他就是在 那个年纪 他就是没办法懂 但是你 你就是要慢慢的 去去呵护他 等到他长大 到一定程度 他就懂了 那一旦你 没有去呵护他 让他 转变到 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 那又是 他人生的 另外一种发展 就比较 不善的 那其实 从我们 佛法的角度 是 是不理想 或者不好的 不不晓 有没有 解答到您的问题 就是说 金刚怒目向之后 在适当时候 也要跟他交朋友 让他 是 道理听 就是 不要总是 金刚怒目 所以人要 调整一下 这个倒是不会 我就是感觉 他会 会不会有心理的伤害 所以我 短暂的 发很严肃的 跟他说之后 我会给他讲 或者事后 我还会 但我还会担心 因为现在好多 父母教育 子女的一些方法 我就感觉都不太会 做父母了 就是孩子出现 所有问题 都是父母的方法 就是这个教育方法 怎么去把握 都要去管教 又要避免孩子 产生自卑 然后心理的伤害 然后 就 就是 即使学到佛法之后 也感觉很难去 对话 但是和爱人之间 和父母 同事之间 我就感觉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想 我也在想 是不是还是对孩子 有什么执着 还是 是啊 这个当然是跟 对小孩子的执着 是有关联的 所以你要把他当朋友 慢慢试着跟 把他当朋友这样子 就是 你尽你的力 因为其实有些情况 是这样子 有些人 让我们不要太悲观 有些你怎么教他 他已经好像有一个很强的 一种力量 他就是 会往某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在做太大的 再大的努力 好像 似乎很难扭准 那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是可以需要更大的力气 更长的时间等等 那你必须要有耐心 就是你把握几个月 一个要有耐心 要散解 到底他有没有阴影伤 你就去多 多关心他 从聊天当中 你大概 从他的回答当中 你去观察他的一个反应 他到底是 这种恐惧跟我们讲话 还是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去观察到 但这个 就是要耐心 然后慢慢去 去观察 去去 要了解到他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要 经常要去 去调整自己 对跟他的互动方式 大概是这样子了 也没有一个 必然的 唯一的 最焦虑的就是孩子的学习 其他方面 孩子还都好 还好 就感觉 为什么还没有那么努力 然后 今天听师傅讲 我还是有点感触 就是 慢慢的再去调节 要耐心 要耐心 因为他这个也是 多声蕾姐带来 或是 还有时候 他就是这一段时间 这一种 因缘 这些种子 就是成熟的一个 的一个成熟期 所以 那他需要 你只要去呵护他 不要让他转变到另外一个 我们不愿意 不想 觉得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其实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有他的业 我们有我们的业 我们尽量 因为有父母关系 所以我们对他的影响会比较多一些 我们尽量去 去帮助他 那你如果过多的这一种期待 那个就变成 只要控制他 就是这其实 如果我见了一种 你要放心 你尽力就好 那其实 有他的一个因缘 我们尽量给他 好的因缘 让他能够 做一个好的人 健康的人 但是 过去生 他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尽力就好 不要太烦 对 师父说一下 就心里边也好多 好 感谢师父 谢谢 那最后 作为一个ending 就是 就是我们 这几次的 这个课程 那就是 大圣三系 同时了 那可能大家在学 不同 同时学那么多 又深又细 又庞大 会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困难 但是 希望大家能够 慢慢耐心的去 去领会 这些不同系 他的教学 他们一定有些共同处 先去掌握那些共同处 然后先去掌握 我们可以掌握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去 去了解的部分 然后把它应用出来 那慢慢慢慢 我们跟他熟悉了之后 那就可以融会贯通 那同时 学三系 他的这个困难 他就会慢慢的减少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 耐心 然后勇于提出问题 然后也能够包容我们 讲的不好的一个地方 或者是 表达不够善巧的情况 大家还是愿意 这样来学习 那 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那我们期待 在七月的时候 再继续跟大家来 来学习 导师这部 设大圣论 讲记 那我们七月的时候 会进到第二项 就是抉择 赖也 是染尽 那这一部分 就会 比较多 我们可以 跟我们的修行的一些应用 就会相关 那我们期待 到时候再跟大家 分享这一部分 那希望大家 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能够获得 这个法的利益 还有法的喜悦 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 七月见 感谢师父们的教导 非常感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 也感谢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教导 感谢师父 谢谢 祝福福音佛学 感恩师父 好 大家请和尚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 我等于众生 了 诚 我等于众生